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您分享一些 DaVinci Resolve後製的小小技巧 那我們今天先從拍攝的時候 收音的部分開始 那收音呢 如果你想要收一個比較好的聲音的話 你就不會使用相機裡面內建的麥克風 你就會去購買一些像是指向麥克風啊 或者是你在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你會買這種無線的麥克風 你就可以直接輸入到相機裡面 但是你如果想要有更好聲音品質的 更低底噪的聲音的話 你就會選擇另外錄製你的聲音 像是我現在用的錄音機 就你要額外去買一個錄音機 然後來單獨錄製聲音 然後在後製的時候 你再把這個聲音跟我們的影片 兩個合成起來 我們才不會發生一些問題 像是我們的嘴巴跟我們的聲音沒有同步 之類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很容易就被解決 就是已經在拍電影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到 就是有那個打板的那個板子 那個就是拿來合成聲音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個 就是完全不需要做打板的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直接丟到電腦裡 電腦直接幫我們全部自動合成 超猛 那我們就直接進電腦囉 OK 那我們來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的剪輯頁面 那我們就快速把我們拍攝的資料 全部匯入到我們的MediaPore 你可以看到我們MediaPore裡面有兩台相機的素材 還有一個單獨錄製的音軌部分 那我們要想辦法把兩台相機同步 也要跟著把我們的聲音一起同步 那我們在任何同步之前 我們要先確定我們的音軌 有沒有空白的音軌 因為我們是錄製雙聲道 但是我們只有一支麥克風 所以我們只有在錄製 右邊軌道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確定我們的音軌 兩個聲道都有聲音 不然就把它切換成單聲道 那我們今天就用一支單聲道麥克風來錄製 所以我們要先讓我們的音軌 按右鍵Clip Attribute 確定一下我們的聲道有沒有正確 像是我們現在是雙聲道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單聲道 確定我們的音軌是正確 沒有空白的 我們才能正確的合成聲音 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所有需要合成的內容 丟到同一個資料夾 按右鍵MultiCam Clip 那我們輸入一下名字 然後我們合成的方式是使用聲音辨識 調整一下我們的軌道要怎麼命名 然後我們還可以開啟偵測同一台相機的資訊 最下面我們可以挑選要不要丟到同一個合成的資料夾 那我們就可以按Create 它就會自己合成所有的內容 OK那合成完了我們就會出現一個全新的時間軸 那也可以按右鍵OpenTimeline 就可以來確定一下我們的聲音有沒有合成完成呢 And about the jail mode You can choose between daylight and tungsten 我們聲音跟影像看起來是合成的非常成功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兩台相機都完美的合成了 那我們就稍微整理一下我們的時間軸 把同一台相機放到同一個軸上 那確認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開另外一個時間軸 把我們剛剛的時間軸丟到現在這個時間軸裡面 那你就可以把我們這個時間軸當作同一個片段來調整 像是我們想要調整速度啊 我們想要調整聲音的部分 都可以整體做調整 那我上面還有另外一個拍攝的場景 那我們再從頭到尾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遍 第一我們要先確定我們的音檔有沒有在正確的聲道上面 接下來所有素材按右鍵MultiCam Clip 輸入想要的名字按Create 就可以創造一個時間軸 合成完成之後 我們就開啟時間軸 確定一下我們的影像跟聲音有沒有合成成功 那確定之後我們整理一下時間軸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時間軸拖到我們新的時間軸上面 我們就可以開心的調整了 今天分享的這個影片其實我已經剪出來 這是我們的AtomCube RX-7的口袋 攝影燈分享影片 那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OK 這裡有我們今天的DaVinci Resolve後製小小技巧的分享 當然請用這個影片按個讚 對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後製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